大家好,打风过后又有新鲜的豪仔肉吃了 今早在街市看到,买了一斤 我们清洗也很简单,很容易 放适量的水,再加一些生粉 生粉多一点也不要紧 之后我们就轻轻地 轻轻地帮豪仔冲洗一下 有些豪壳,我们就要炆走它 细心看看,接着就洗第二次了 现在准备,看多污脏一些水 我们就要倒掉它,不爱的 之后再逐一只逐一只豪 用手感受一下,有没有豪仔碎 那些豪仔肉就彻底冲乾淨 你知道小孩子的,一吃到有豪壳 就立刻一碟不跟你吃 所以我们就要为了家人着想 就要洗净一点 清洗好豪仔肉 之后再准备1.5公升的水 放两片姜下去,煮它2-3分钟 再下豪仔肉 大火滚起,再煮它2-3分钟 我这些煮了2-3分钟 可以捞起豪仔肉 捞起隔水,待会用来煎蛋 这些就是豪仔肉 很鲜甜,很美味 下适量的盐和胡椒粉 再煮它5分钟 淡汤很好吃 煮好,放在一边 这个时候我们煎蛋了 准备鸡蛋 我这里有4个份量 放匀 它 很美味的,有汤有馅 放匀了之后 就加适量的盐和胡椒粉 再倒入豪仔肉 轻轻搅拌均匀 再预先准备好芫茜 就倒入去 如果大家喜欢吃葱 可以加芫茜葱 我们现在开始煎蛋了 加些油 就可以放入蛋浆 用个汤壳一斤 这样拌均匀 煎至两面金黄色 轻轻的,用中火煎它 像现在这样 金黄色就可以上碟 可以吃了 让我煎其他 这么快我都煎好了 豪仔肉 30元一斤 有汤有素 淡汤还好吃 豪仔肉 又淡淡肉 希望大家 喜欢我今天介绍 这个 豪仔煎蛋 有菜有汤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分享 赞号和订阅 一有影片 立即通知大家